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课程第二天 那么第二天我们要讲哪些东西呢 内容呢 第一个我们要讲一下这个CycleLearn当中的一些数据集的获取 然后与这个估计器 那么估计器呢 等一下我会解释啊 第二个我们要讲一下分类算法的里面的第一种 KG0算法以及KG0算法的一个实例 那么第三第四个 我们要讲一下分类模型的评估 注意了这里是分类模型的评估 昨天我们在讲这个继续学习的一个流程的时候 有没有一个评估的过程啊 有没有 有吧 有一个模型的评估过程吗 哎 我也讲你要评判你建立的这样的一个模型 或者你用某个算法输入这个数据对吧 到底结果好不好 是不是你应该要用一个标准去评判 对吧 所以你应该有一个模型评估的过程 那今天我们就会讲到 重点是分类算法啊 我们今天的重点的是分类算法 其中就有一个评估过程 对于分类算法怎么去评估它的好快 好 那么第五第六点呢 都是对于普苏便耶斯算法 那同志也是一个分类算法啊 那第七个 我们讲一下这个模型的选择与调优 那这个过程呢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会针对于k近零 还有我们的这个随机森林 都会去进行一个调优的过程 当然你现在还不理解这个调优是怎么样调 对吧 第八个啊 我们这里把这里写不下了啊 就直接写了决策术与随机森林啊 这样两种算法呢 去进行讲解 好 那么这是我们整个的今天的一个课程安排啊 内容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多的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塞克论当中数据集 对吧 那我们要去分析问题 首先呢 我们得介绍一下塞克论当中啊 有一些数据怎么获取的 那其他的数据集 如果说我们的算法当中 使用了其他的数据集 也不用去减怎么获取的 去用pd 对吧 pandas 获取很简单 那如果说是塞克论当中 他自己自带的这些数据怎么办呢 你都需要用塞克论的一些借口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要讲到的是数据集的划分 第二个呢 我们这个塞克论数据集的一个接口介绍 第三个啊 也就是分类和回归 因为它针对于这两种不同的算法 都会提供着不同的数据集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数据集的划分 那如果说你拿到了这样一个数据 全部都用来训练一个模型 那我们说了这个机器学习开发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是你建立了模型之后 是不是要有一个模型的评估过程 那你评估的话 和你建立模型的这个数据 能不能用的一模一样 能不能用一模一样 好 那我们拿到这个数据 好 我们这是拿到这个一个整体的数据 对吧 你假如说你这个数据用它去训练模型了 对吧 用它训练模型了 然后呢 你还拿这个数据去干嘛评估它 对吧 评估这个我们到底这个效果怎么样 对吧 拿这个数据去评估一下 那这有个什么呀 什么的这样的一个缺点 你的数据本身就是用这些数据去训练的 然后你还用这些数据去评估 那你训练的目的是什么 是不是更好的去满足说 我从这些数据得出一些经验 或者说我从这些数据得出一些规律 好 我得出这些规律 那这些规律是从哪些数据 是不是就从这些数据里面得来了 那那你继续是吧 评估的时候还拿这些数据 那你基本上这个评估是不是百分之九十多 或者百分之百的能够去通过呀 能不能去通过 肯定是百分之百通过 所以我们的数据不能说在训练和评估的这两个过程当中 数据使用的是同一个数据 而是我拿一部分数据是训练 现在就对于我这个模型来言 熬眼我去拿一些未知的数据 是不是就相当于是一个预测的过程 对吧 拿一些未知的数据 对他进行一个评估 如果效果好 说明他在这些什么 在这些没有用过的这些数据上面表现是不错的 那所以我们的数据呢 是需要把它划分成两部分 一个部分 一个部分我们称之为什么呢 训练集 训练集 一部分称之为测试集 那这就是我们数据呢 分为这两大部分 好 我们把呢 这个数据集呢 划分成这两部分 那么一般呢 我们的训练集呢 是比较多的 这个训练集是占大多数 然后呢 这个测试集是占少部分的 那这个比例到底是多少呢 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比例的 那一般呢 我们有这么几种选择 比如说73 你是70% 我这边呢 30% 这也可以选对吧 然后呢 有的是80% 我这边测试集呢 20% 然后还有一种 这是我们常用的一种 一种是75% 一种是25% 那也就是说 训练集和测试集 你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划分 对吧 那我应该把样本 所有的样本划分成这样的一个比例 那通常我们使用的最多的 就是这种 75和25的这样的一个比例 那么这个比例呢 是别人去通过实验 通过这样的各种 刚才的一个操作 多次实验之后 得出的这个结论 就是75%和25%呢 大多数是比较好的 这样的一个比例 所以你在划分训练集和测试集的时候 选择这一种就行了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其他种 可以比较一下 它的效果怎么样 那么这个划分训练集和测试集 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现在有多少个样本 对吧 我现在有 现在呢 我现在有这个加一点 对吧 现在我有七个样本 注意了 我有七个样本 那如果说我划分五个样本 给训练集 那其实我就从这里面随机 说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我把这五个拿去给这个训练集 是可以的吧 对吧 然后随机的把这两个 另外的两个给测试集 是不是就这样去划分啊 其实就是干嘛 把样本给划分一部分出来 给测试集吧 是不是非常简单 划分这个数据集的步骤呢 就是这样 好 那么所以我们的训练集 主要的目的就是用来建立模型 建立模型 昨天我们解释过这个模型 什么意思 对吧 它就是 其实就是你的算法 加上你的数据 对吧 去应询的这样一个结果 好 那这边呢 我们就是评估模型 那要注意了 评估模型 针对于不同的算法类型 分类 或者回归 或者我们要讲的非监督学习 里面有一个巨类 这里面的算法 对于评估的标准 都是不一样的 能理解吗 你不同的算法评估标准 肯定是不一样的 好 那么所以我们的数据集呢 大多数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 测试集用来检验 你这个结果到底好不好 对吧 只要测试的表现效果好 那说明这个模型通过了测试 对吧 通过测试 它的模型效果就好 好 那么这是数据集的划分 要时刻记住 我们划分的基本上是划分训练集 测试集 那我们划分的API 也不用你自己去这个手段呢 随机抽取几个样本拿出来 对吧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API 那么这个API 注意了 它是在模型的选择里面 对啊 model selection 选择里面有个这样 train test split 好 那在这里呢 我们先不演示这个API 怎么去用了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数据 对吧 我们还没有数据 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 second learn当中 注意了是second learn当中的一些数据 那有哪些数据呢 这里面的数据分为两个 它这里面的数据分为两个API 一个是load gun心这种 那就是load gun 后面有一大堆不一样的字母 然后呢 还有一种是fight gun心 那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就是在于你的数据的规模 你这个数据可能 你的样本数可能在几百个 几千个就算多的了 这里是你的数据集 它一般的都是在你的second learn当中 你默认下载的时候 已经把你加载了 因为它本身不是特别占内存 直接默认给你下载下来了 就包含在datasize里面 你可以在这个模块下面去找到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fetch 感情 就是说这里面是获取一个大的数据集 这个数据集量可能会几千个 几万个这样的一个样本数量 那这个注意了 它大的数据集并不是在本地已经有了 它是要去干嘛 从网络上下载的 当然我给你们的API当中 已经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数据集 好 那么函数的第一个参数呢 就是data home 比如说你从网上下载 要下载哪个目录 是不是要指定啊 如果你不指定的话 它默认下载到哪里呢 就是你的加目录下面的cycle data 注意了 是你加目录下面cycle data 这个目录呢 是他自己会创建的 不用你去创建 好 那么这是cycle learn 获取数据的一个API 那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 他们获取这个数据 对吧 它的数据的格式是什么样的 我们要清楚 那这就是cycle learn当中 他获取数据的一个格式 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看一下 load 感情和fetch 感情 返回的数据类型 都是一种 base点 datasize base点 batch 其实它就是一种类字典的格式 那所以非常简单 既然是字典格式 我是不是可以获取里面的一些值啊 那么大多数数据 我们只要是分类回归的数据 是不是都是由特征值 目标值组成嘛 所以他这里面获取数据的时候 你的这个返回的这个格式是一个字典 那我就可以获取data 注意了 data就是你数据集当中的特征值 那你就知道特征值 等下我们会去看到 它的特征值的组成是什么 是一个nsamples和nfeatures的一个奥为的ndarray数据 是不是这样的 对吧 你的函多少个样本吧 你的列多少个特征吧 是不是啊 好 那你的target呢 它是一个eve的 注意了 你的target是不是 就是每个样本只有一个target吧 对吧 所以他只要放到一个列表里面 或者说一个eve数据里面 是不是就可以了 啊 所以他默认是eve的数据 那还有对于这个数据集的描述 describe描述 还有他的feature names 也说你这里面的特征的名称是什么 就是一些字符创 对吧 英文解释 那这里面有一些注意的 有些新闻数据集啊 手写数字啊 等等等等 这些是没有feature names的 比如说有的这个数据集里面 是没有feature names 因为什么 新闻数据是不是一篇一篇的文章 哪有这个特征的名称而言 没有吧 比如说这个什么 你的人的这个身高其重 没有这个名称而言嘛 哇 你就是一篇文章 对吧 就是有字符创组成的 好 那target names 同样还是你的标签名字 你是分类里面 比如说你这个房价的预测价格 对吧 那你这个目标值的名称 是不是就是价格这个名称啊 对吧 好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 有哪些呢 我们分为这两种算法呢 去看 一种是分类的算法 那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分类的数据集当中啊 有哪些数据 有这两种 但是这两种并不是我们后面案例啊 并不会用到啊 并不会用到 我们是看一下它的格式 那loaderase对吧 data size里面有个loaderase 方为原网化的数据集 看一下 它有三个类别 四个特征 然后呢 样本的数量一共150个 三个类别 四个特征 是为你就是组成了一个三行四列这样的数据吧 不是三个四两 是150行四列的这样的数据啊 然后呢 它的类别名称 类别的是有三个 所以你就012或者说234 对吧 这种去选择 好 那我们直接呢 来看一下这个数据集 好 那首先呢 我们把这个数据集的APM呢 先导入进来 好 from cycle 点 我们的data size import一下 我们的loaderase 刚才我们说这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数据集 对吧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 那loaderase 非常简单 你什么都不用写 直接实力化这个API就行了 L 比如说Li 等于这个loaderase 那么这个Li是什么格式啊 是不是一个base.bench的这样一个类字典的格式 对吧 好 那我就可以什么 是不是就可以获取这个字典下面 比如说有个data 是不是它的特征值 是不是特征值啊 我们可以打印一下 这里是获取 对吧 获取特征值 好 那我也可以去获取呢 目标值 你的目标 我们重点是看啊 这里面目标值啊 和回归数据的目标值是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对吧 Li.t target target 好 那我们先就打印这两个 来看一下 这个printer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打印出来的就是你的特征值 特征值 它是什么样的组成 是不是有四个特征 一个 两列 三列 四列 是不是四列特征 然后 每一行代表是不是一个样本 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样本 哎 每一行都代表一个样本 每个样本四个特征的四个值 是不是就有了 哎 我们可以发现 这里面有一些值比较大 有一些值比较小吧 是不是啊 哎 好 这就是特征值 注意啊 特征值 这样去组成 注意到 它是一个什么 奥维的数字吧 看到这外面是不是还有个破号 奥维的数字 好 这一共有多少个 150个吧 刚才说了 它样本总数就150个 然后再来看一下 它的目标值 它是按顺序的啊 目标值 前面50个啊 这里 它上面说了 前面50个都是零的这个类别 对吧 比如说鸢尾花里面有三个类别 哪一种花类型 然后这一种 哎 是它的第二种类别 这种 那是它第三种 好 那现在我们还不知道 这四个特征代表什么意思啊 这三个目标值代表什么意思啊 对吧 我们可以去打印 它的一个描述 I点 Describe E SCR 你可以打印一下 它的描述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描述呢 比较多啊 我们直接抽几个重点呢 这里 Attribute Information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这里面的四个特征的 属性含义是什么 哎 比如说这里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三个 第四个 当然这里面都是英文 对吧 没有必要去了解 它是什么 主要是什么 就是收集你花的某些特征而已吧 哎 你这个花 它的长宽啊 或者它的颜色啊 等等等等 对吧 它的一个特征 有四个特征 然后呢 这里面就是它的类别 哎 比如说 这里就是 其中的哪一种花的类别 对不对 第一种 第二种 第三种花 这一种一共呢 就有三种花的类别 好 那么这就是它的特征的名称和类别的名称 当然你也可以单独去获取什么 feature names和我们的target names 这里feature names和target names 是不是可以单独去获取吧 好 当然describe里面都有这个描述了 我们就不去获取了 好 那么这是分类数据区 我们说分类数据又有什么特点 这它的目标值应该是什么呀 具体的一个离散型的值吧 是不是 要么是零 要么是一 要么这五十个样本都是奥吧 哎 具体是哪一个类别 注意了 哪个类别 好 那如果说我们不是这个分类 对吧 当然我们先把分类都看完 还有一个数据呢 你可以自己去获取了 那这里我就不获取了 你可以自己就漏的digitals 看一下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数据区进行分割 那我们现在已经有数据区了 那进行分割 用这个train test split 对吧 那这里面装的参数是什么呢 一定要注意到 第一个第二个来看一下 传的xy是什么 数据区的特征值 数据区的标签值 因为它要划分数据区到训练级和测试级 你是不是应该训练级里面的特征值 跟我们的目标值是不是对应呢 假如说我把这50个啊 我把这50个样本呢 单做就前面这里啊 单做这个训练级 我们这些假设啊 当然肯定是要乱序的去排序啊 然后呢 把这50个目标词 那你对应的是不是应该就是50个 这样的一个特征 特征值去进行对比啊 不然的话你不能搞乱了 你本身是0那边 然后你划分了之后变成1那边 能不能这样 肯定不行 所以它划分肯定是 这个特征值跟目标值是一一对应的 对吧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xy传进去就是特征值目标值 就把你这个值传进去就行了 text size 注意的是测试级的大小 不是训练级的大小 它呢 一般为flow的 那所以你可以选择多少 20% 30% 25% 是不是可以啊 你可以有很多种选择 然后这其他的我们不先不看了 那注意他的返回 由于我们已经把 xy 划分成训练级测试去了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先导入我们的划分 API 从我们的 siclern点 模型选择里面 导入一个 train test split 好那具体我们就来详细的看一下 这个划分数据集这里我就不获取了 这个划分数据集这里我就不获取了 好我先把它注释掉 好我先把它注释掉 它的特征值啊 是不是在哪里啊 点 data下面吧 好 第二个目标值 注意到你的Y目标值 所以我们获取Li点 target 好 第三个是什么 指定测试级的大小 你测试级有占多少 好 比如说是25% 你可以指定0.25就行了 它是一个flow的类型 你不要用百分号啊 好注意它的返回值 这里要注意返回值 返回值它是什么形式呢 它是既包含了训练级 又包含了测试级 训练级 也包含了测试级 但是它这个地方呢 还直接啊 把我们的什么 训练级是不是也有特征值和目标值啊 测试级也有特征目标值吧 是不是训练级我们有 比如说我们用 x代表特征值 好 那我x干 train呢 就代表训练级啊 train呢 我就代表训练级 测试级呢 我们用test代表 这个名字你自己可以取的啊 然后呢 x也是一样 我取个名字叫 这个训练级呢 特征值 我用x去代表 xtrain表示什么 训练级里面的特征值 y干train 表示什么 训练级里面的目标值 是不是这特征值和目标值吧 然后我再来表示 比如说 x的test 是不是测试级里面的特征值吧 好 然后呢 我用y干test 那这里面是不是测试级里面的目标值啊 是不是一对一呢 其实就是把某个样本 是不是把它分开了吧 分开一些来 好 那要注意它返回的格式是什么呢 先是 都是什么 特征值 那这个特征值是包含训练级和测试级 所以它全都是特征值 xtrain x干 x 那接下来都是目标值 是不是又有训练级和测试级了 y干train 注意到这个顺序 千万不能搞错了 它就是固定这样顺序的 test 好 那么这里面是不是获取了 所有数据获取好了 那注意它已经划分成这个东西了 那我们就可以打印 这是我们的什么 训练 训练级特征值和目标值 那我就可以用s干train 目标值在哪 y干train 是不是训练级的 同理我可以打印一下 测试级的对吧 测试级的 这里呢就是y干test对吧 y干test 然后呢这边都是x干test 好那这样我们先来打印这个结果 好我们先往上看 这里是训练级的特征值和目标值 诶训练级的特征值是不是在这里啊 特征是不是一样的吧 它只是把样本变少了 这个样本它应该就比刚才要少了 然后这个数量是不是比刚才的150个要少了 少一点吧 那你说这里占多少 75%吧 对不对 注意了 这里面是乱训的 默认这个train test split是乱训的 这样是不是有好处啊 什么好处 你去训练的时候 如果拿到都是0或者都是1的这个目标值的这种类型 那你测试的时候是不是就没有这种类型了 是不是这样的话 它训练是不是 你去预测一个2类别 对吧 假如说你拿0和1类别的数据去训练了 那你2类别的这数据没有训练过 那它能够识别出来吗 就不能去识别出来 这个我们会坚合具体例子再说 那这里默认已经是乱训的 对吧乱训的 然后我们获取的这个数据这里就占75% 150乘以75% 你自己可以算一下有多少个 那接下来就是什么 测试级的吧 测试级是不是也是特征值 对吧 只是样本数量变少了一点 对吧 是不是少一些 对吧 只有25%吧 对吧 你只有25%的 这里就是你测试级的目标值 那这里能理解 划分为训练级和测试级什么意思了吗 其实就是把样本数量拿一部分当测试级吧 当然是乱训的去拿 对吧 随机的去拿的 好 那么既然我们这个里面对吧 就能获取这里面的测试级 和训练级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来看一下 还是有一种叫什么呢 用于分类的大数据集 那么这个数据集 我们称之为FETS 20 New Groups 其实啊 这是一个新闻数据集 新闻数据集 那也就意味着 它应该就是一个一篇一篇的文章吧 对 一篇一篇的文章 是不是对应呢 就是你的特征值啊 然后那这里面的目标 或者是不是你这个文章属于20个类别 注意了 它这里面后面我会介绍 它一共有20个类别 也就是说你属于20个类别 哪一种类别的文章 对吧 好 那我们直接来获取 注意了 它的参数 Data Who 就是你刚才获取的目录 如果说你没有这个 那我们在这来看一下 如果你获取了之后 它会在这一默认的加目录下面 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目录 新建了这样的目录 你可以进去看一下 当然我这里已经把文件下载好了 因为防止它这个下载速度比较慢 对吧 花时间比较长 所以呢 提前它已经是下载好了 之前演示的时候 那所以你再去获取的时候 它是不是应该也会 先下载文件 然后再去获取数据吧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 第二个参数 Subsid 它提供的比较方便的 就是说你可以去获取什么 train test 也就是说你可以说 我的train呢 就用这个subsid等于train 获取 我的test呢 也可以subsid等于test 一般呢 我们就会直接写个o 然后我们自己用train test subsid的去划分这个去年结合测试 能理解吗 好 那我们这个地方就来获取一下这个新闻的数据集 在这里我们把这个先引先注射掉 那首先我们要导入获取数据集的 那这个数据在fetch20 new groups 这里面一共20类的这样的一个新闻 好 fetch20 new groups 我们的stata号就不用指定了 它默认在你的加募录下就行了 你可以改一下啊 subsid 那我默认的把所有的数据下下来 对吧 好 这就是我们的news 比如说取个名字叫news news呢 就接收了这个数据 那news里面有什么呢 你的data 是不是你的新闻数据啊 一篇一篇的文章 对吧 还有我们news里面的target 好 我们直接运行一下 好 那么它的文章呢 当然它打印的时候有这个问题 对吧 没有去换行打印 所以这里面横的啊 就是一篇一篇的文章 它会有东西分开了 自己去获取就行了 我们也不用管 那这里面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是什么 这里就是什么 它的每一篇文章的目标值 它属于10这个类别 它属于3这个类别 那每一个类别的这个数字 是不是对应着有什么 是不是有具体含义的 是不是具体含义 10是哪一种类型 3是哪一种类型 是不是有具体含义 这就是你的特征值和目标值 新闻数据 当然我们后面也会 其他的一些数据呢 可以看到一篇篇的文章 对吧 这是打印的这样一个效果 好 那这就是获取新闻数据集 里面的data target 你也可以获取一下新闻的描述 知道10代表的是哪一个类别 其实这些类别的名称 你关不关注啊 不是特别关注啊 你只要预测的时候 它是属于17 属于10 属于3 属于2 是不是它得出一个2 然后你对应的去找这个类别的名称 是不是就够了 对吧 好 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在算法的时候呢 预测的时候再说 那这就是获取这样一个大的数据集 比较大的 那它的数据集呢 应该会有一些这个几千个几万个样本 那这里面呢 用到刚才我们演示的都是分类的数据集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回归的数据 什么是回归数据啊 你的目标值是不是连续型的吧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这样的 DataSize里面或是露的Boston 里面有 诶 它的目标类别是5到50 是不是就是一个 5 假如说啊 它是房价 那是不是5万到50万之间的一个房价价格 是不是啊 具体的一个连续型的值吧 然后呢 特征有13个特征 所以呢 它就有13个特征 样本有506个样本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获取这个波士顿数据集 对吧 波士顿 好 同样我们把这也注释了 这里面你参数也不用去写 LB点这个东西 好 那我直接呢 把这一行呢 获取出来 好 获取特征值 那我打印的是LB点Data 然后呢 这里是LB点Target LB点Describe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回归数据集 它有什么特点 好 描述我们先不看 来看一下 它的特征值啊 当然 这里面不是它的特点 因为它的这个位数可能有点多 是吧 只是用这样的一个技术方法给它表示了 那也说 一个样本从哪里到哪里啊 是不是从 这个地方到 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样本 中间一共有多少个数据 这是特征值啊 它有多少个特征 是不是就有多少数据 有多少个特征啊 13个特征嘛 那也说这里面 123 中间省略了几个 然后567 中间省略了几个 对吧 好 那这是它的特征值 一个样本的 然后从第二个样本 从这里到这里吧 对吧 好 那我们不管这个特征值 特征值就是你收集出来的 它的什么房子的这些属性 对吧 它的属性是什么 接着我们重点 就是看这个目标值 看一下目标值 是不是具体的一个 一个个的连续性的值 不是012 或者是17 20 这种类别了吧 而是什么 哎 你这个房子价格是多少 24.0 比如说1万的 基于大概24万 这个是21.6万 这个是34.7万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吧 哎 这就是一个连续性的值 好 那这就是 获取这样的一个房子的 价格的数据 对吧 当然 它有一些属性 这个后面 我们也会介绍这个属性的 我们有一个案例呢 也会讲这个东西 哎 它的房子 比如说这个房子的什么 这个其他的一些属性 楼层啊 位置啊 等等等等 还有其他的一些 这个特征值 对吧 好 那还有他的这个目标值 名称都有 那目标值名称都有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回归数据期 不用再介绍了吧 其实就是一组特征值和目标值 目标值是这种连续型的 每一个对应的都是里面的某一个房子 某一个房子里是一些特征 最终决定了你的目标值是什么值 对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塞个论当中对吧 我们去获取这个数据啊 获取的这个数据呢 就讲到这里啊 因为这个获取数据比较简单 我们就不重点去讲了 对吧 你可以自己通过API直接获取 打印一下 看一下 我的项目 对吧 好 对吧 好